那待会儿我们两个 出去之后就 要演一演什么 可以可以 有意思 有意思 我喜欢 你想演什么 你想演什么 演咱们俩吵架了 假如咱们俩 第一个咱们俩吵架了 你不能笑场 你别笑场 我是很好的 炒我带巧克力 你不吃甜的 好多 我不喜欢这个女生 那就是假如说 我刚才开车的时候 危险驾驶 然后吓到你了 然后就有点生气那种 然后别别的男嘉宾 来安慰我了 这不是目的好不好 天哪 笑死我了 救命 说实话 双子的那个 他给你的信号蛮明显的 就我能看得出来 你们之间 其实是互相是有好感的 只是看他争不争气了 我这种时刻我就说那种 没有 没有 不是我觉得 就怎么说呢 就那么多男女嘉宾 就发生什么事情 不会知道 我觉得你不需要说 好像 我已经跟他绑定了 你可以去结束他 我看出来了 就假设 之后是女生选的话 我要是去想找太单 你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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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啥啊 你会 就是 开心吗 不会 但我不是冲着什么 想要什么结构 我纯粹就是希望 想要了解一下这个人 是什么样的 我知道 就是我是会觉得 完全可以去 没有问题 你是在 了解你喜欢的人 我们又没有在一起 凭什么你不可以 说不定你了解完了 然后你可能会发现 他某个点 其实你并不喜欢 或者是你某个点 你更喜欢 然后 为了爱情冲一下 抢一下 咱们两个 好了 然后我们就分房睡了 我哪天看你搬出去 我就知道 懂了 没有